我接下来希望你能够踏实一点 来向自己喜爱的女孩子告白 好 接下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你觉得蓬蓬今天会来吗 会来吧 你到底喜欢的是蓬蓬的这个人 还是白富美的属性 我喜欢蓬蓬的多方面吧 蓬蓬不是蓬蓬 如果蓬蓬出来之后说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孩子 所谓的白不过是化了妆 所谓的富只不过是发了点豪车 所谓的美不过是收拾了一下 其实他很平凡 你还会向他告白吗 当然因为每个人都来自平凡的生活中 如果蓬蓬出来说不喜欢你的不脚踏实地 不喜欢你的好高骛远 你怎么办 我想我会发短信给他 我会我会感化啥吧 最后再掏句点吧 你到底是喜欢他的父还是喜欢他的人 我喜欢他的喜欢他的人嘛 发展空间比较大点 自信上精心 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我要回头了 一二三 哦 my god 我的白不美 终于等到了 主任好 来你们俩站一起我看看 大家说合适不合适啊 谁说的合适 来自我介绍你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蓬蓬 你确定是蓬蓬 不是蓬蓬啊 你今天怎么会来呢 今天主要还是出于好奇吧 好奇心驱动我过来 我要看看是 什么样的人 有这么大的勇气 可以站到这里表白 他跳舞姿特别好 出神入化的 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来 掌声欢迎 我既然来了 就站在边上吧 我出信了 好吧 他在博客上也是脾气 很火辣的 其实你上来之后 我们感觉到 你特别讨厌这位男生 但你为什么要来 光仅止于是 好奇心支撑着你吗 其实还有一点 最大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可怜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我过来 是想给他一些建议的 然后希望 有一些话也想对他说 希望可以帮助到他 我想说我并不可怜 但是你的意见 对我有起立 我非常是欢迎 我广纳意见